大家好,我是虛哥不可安,歡迎收看虛哥,手遊攻略 那這個是,Survivor Island,荒島生存 反正叫Survivor Island 那這個遊戲呢,有很多種不同的事件啊,夜晚啊,海盜來襲啊,各種奇特的玩法 就是經營養成的,上次早期大家以前在電腦在玩那種 經營超商的,經營類型的,然後有點策略類型,還不錯 可以升級一下 虛哥今天來分享這遊戲呢,2024最新的隱藏版序號的拿法 最多的禮邦馬序號兌換教學攻略 那各種最快速的開局啊,包含的像是科技術啊 把它解鎖,然後最快速的增加我們的這個資源 還有遊戲的像是搬運啊,移動速度啊,發木啊,食物啊,各種 最快速的這個科技術的攻略啊,算是不錯 那大家可以體驗一下這款遊戲,它算是一個小遊戲,但是還蠻有自己的特色的 好,那我們進入遊戲攻略,Let's go 好,還沒訂閱頻道呢,記得訂閱頻道,隨時觀看序哥,手優攻略 那頻道各種最新的手優攻略 還有禮包馬,禮品馬,退換馬,遊戲的虛寶序號 獨家最新 好,那我們進入遊戲了 現在有魯賓遜和法蘭西斯 都是荒島的人啊,笑死 這一款就是主打荒島求生嘛 那以旭哥對荒島求生的認知,應該是要有一些妹子啦 無人島求生不是都有妹子嗎 還可以開後宮,就是一個男的,然後全部 荒島上剩下都是女生啊 呵呵呵 你那麼happy啊 來建造一下 建造起來 來,搜尋 有任務可以接啦 資源不足 現在要去拓荒了 另外一些禮包可以領取 完成的先領下 來 還有什麼任務 新建宗 右上角一個看廣告可以1.5倍的這個 可以讓他效率,有一個免費先用一下 有10分鐘免費的時間 需要蓋這個房子 這蠻可愛的啦,就是那種模擬精靈策略養成的那種遊戲 以前有一陣子 有那個什麼模擬市民啊 然後什麼的 有一陣子模擬類遊戲很紅 來,蓋起來囉 這個 有一陣子那個電腦遊戲好紅 像是什麼經營超商的 然後經營什麼的各種的那種經營類的手 早期還沒有那種網路遊戲的時候 就是靠那種經營策略 後來好像就比較沒那麼紅 可能因為網路的關係 來 雇用一下 什麼要蓋的 帳篷 好,再蓋個帳篷 好,那續哥來分享這遊戲 最新最全最多座禮包馬 還有隱藏版的需要詳細的兌換教學攻略 那禮包馬的拿法呢 也會分享給大家 首先我們點畫面右手邊 右手邊有個齒輪 齒輪點進來之後呢 在畫面的右手邊 會看到一個兌換 這是禮物兌換 禮物兌換就是禮包馬 序號 虛包馬 兌換馬在這邊兌換這樣 那點這個兌換這邊就可以輸兌換馬 那這個遊戲的兌換馬 要到官方FB去領取 就官方FB會推出一些活動 然後限時活動大家可以去FB找一下 大致上是這樣 因為他這個遊戲算是推出有點冷門 但是又蠻多人玩 還蠻詭異的這樣 可能歐美喜歡這種題材吧 所以必須要到他們的FB 你就打那個他的英文名字 Survivor Island 然後到這邊去找他的序號 他的FB 然後接下來在這邊兌換就可以 禮包馬兌換 在這個畫面 禮物馬 禮品馬 序號馬 序號對話馬 反正都同一個東西 好那其他就是有一些禮包 就是這個就是要花錢的 禮包一些像是啟行禮包 這個算是CP值比較高的 手除類的 然後其他都是要課金的 然後什麼免廣告啊 這些什麼特權 不過序哥是無課啦 這邊可以找一些倖存者 音樂很像在玩早期 那個Windows 這邊可以看廣告 可以領到雙倍支援 這個禮包通常都是要看廣告 還有這邊也有 特權一樣是要看廣告 可以加十分鐘 然後購買這些福利這樣 來升級了 資源不夠 我們的功能已滿 這個遊戲玩法就很 就是常見的玩法那種 幸存者 這邊是我們的人 這邊是我們的人 船隻升級囉 他的速度都還滿慢的 節奏滿慢的 適合那種喜歡慢火的玩家 那課金的東西也不會太誇張啊 就是禮包但是沒有說多到一個不行 增加個伐木工了 那這邊夜晚的話會有一些額外的 就是算是debuff 消耗會增加30%這個篝火燃料 然後工作效率會減半 還有野獸出沒 夜晚其實是不太妙的 找到寶箱了這邊 有海盜 箭塔 防禦一個箭塔 在玩世紀帝國 這個寶箱不在這邊不能點 頂取引到金幣了 你也可以看廣告有三倍收益 這邊可以解鎖了 用鑽石可以解鎖這個發木啊 速度這樣 大致上玩法就是這樣 建造建塔建造發木場 這是蠻輕鬆的玩法了 建塔蓋蠻久的 我們已經把資源用到最多 就是把發木工啊然後這些 都用多一點 發木工越多的話我們前期的建造速度會比較快 所以盡量要把發木場和發木工用多一點 因為這遊戲前期很缺木頭 人手也蠻缺的 來完成 建造一下 再一個發木場 來 也可以僱用神箭手有沒有 我們這邊的輸出就有了 暴力的開局 弓箭手在這邊 戰了我們一個羅賓漢在這邊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解鎖 各種不同的科技了 像是速度提升啊 然後發木技巧這些都還蠻重要的 這個解鎖之後對我們的BUFF都不錯 有提高我們的速度 可以把它升級起來 那大家移動起來快一點 增加我們的建造速度 那之後發木技巧提高也是蠻重要的 這些都可以先優先花寶石把它優先升上來 引金幣啊然後增加負重 增加速度增加發木 這些很重要 就是算是最快速建造的開局 好那今天攻略就要分享到這邊了 這個科技術蠻重要的 科技術有很多很不錯的東西 到後期像是可以有捕魚啊 然後養殖啊 魚類養殖嘛 增加我們的食物啊 然後一些東西烹飪美食 狩獵這些 算是還不錯 遊戲玩法還蠻好玩的 大家可以自己來體驗一下 大家可以自己來體驗一下 算是一款輕鬆小品 好那攻略分享到這邊 大家記得訂閱旭哥的頻道 看旭哥手遊攻略 我們下一集攻略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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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到 Cortes 請我禮它有明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